卫福部第一届全国基欧摄政人员选拔结果出炉了 华联市公所秘书田介诊荣获服务基欧奖表扬 是华联县为二的获奖者 而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专程到华联市公所贴红榜祝贺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场见证荣耀 期盼社工出身的田秘书持续落实关怀 为市民们服务贡献 卫福部第一届全国基欧摄政人员选拔结果出炉 华联市公所秘书田介诊荣获服务基欧奖表扬 是华联县为二的获奖者 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专程到华联市公所贴红榜功课 本届我们华联县获得了两位基欧名额 一位是我们华联县社会处的红一凯先生 第二位就是我们华联市公所的田介诊秘书 那这个基欧摄政人员是卫福部 对于我们全国的这个摄政人员的辛劳 那新设立的一个奖项 那来表彰他们平时在第一线的工作里面的一个辛劳 而且要费尽非常多的精神心力来代表各机关 还有中央及地方政府来服务我们第一线需要服务的乡亲们 那特别增设了这个奖项 社工出身的田介诊投入设政服务年资超过15年 不论是额少保护家暴性侵防治 以及0206地震期间的安置工作 还有慈爱及其推广 食物银行发放等各项任务他都尽心尽力 市长维加业也给予高度肯定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红板要恭喜我们戒诊 那今天是戒诊荣获了我们全国机油设政人员的第一名 那真的要先恭喜他 那我们在花莲施工所的 不管是我们在施劳客的各项的业务 我们其实大家有来办过就知道 就是我们同学非常的认真 那今天要恭喜我们的戒诊 那我想施工所所有的服务单位 都会认真的替我们市民来做服务 那我想今天的殊荣 其实也很感谢 不管是中央或是我们县政府 那也谢谢帮我们提报上去 那我想工所的服务 绝对不会让我们所有市民怀疑 我们会持续的更为我们市民 不管是在任何的各项服务 我们都会更加的来努力 获奖的田介准他谦虚的表示 这份荣耀是属于市工所团队 他强调设政业务推广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可以完成 必须经历许多的人力物力公部门和民间单位 共同牺手付出 才能够真正给予弱势民众所需要的帮助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